好喝啊這杯 完美的奶蓋茶是你了 你會覺得有點像咳藥水的淡很多版的味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吉家 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我很喜歡喝奶蓋茶 我常常都很想在香港找到一杯完美的奶蓋茶 所以我之前就在IG問過大家 有沒有什麼香港必喝的奶蓋茶店推介給我 在你們的回覆裡面我選了六間最多人推介的店舖 今天就買了回來 要跟大家試喝看看哪一間才是最好喝 面前這杯就是我今天走運港九新界買回來的奶蓋茶 他們真的遍佈香港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已經盡快了 現在他們應該都買了九個字左右 但是樣子都還OK的 我這次選擇的全部都是奶蓋茶 但是茶底每一間都不同 我也是問回邊緣哪一個茶底 是他們最受歡迎 最多人選擇最好喝的 我就選擇了那個茶仔 我們現在就馬上由第一杯 這個旺中的初形之茶試起了 這次這個就是奶蓋高山綠茶 它上面還有一些綠茶粉在這裡 OK 我就要試了 嗯 是好喝的 它的奶蓋很厚 它不是很輕身 一喝就沒有那種奶蓋 而且它的甜度和鹹度 我覺得是剛剛好 不會太甜或者太鹹 這個店員說茶味會比較濃 但我覺得其實也不算很濃 它是有茶味 但是味道還沒有濃 第一杯來說是好喝 是熟悉的味道 因為我平時就是喝開這一間 好了 接著就到這個人氣極高期 100個留言 有70個留言都說你選擇 就是葵港的茶之味 我已經九樣大名 我這次選的就是奶蓋金鳳茶王 這一杯就沒有很多綠茶粉 但是這一杯是最遲買的 奶蓋和茶都已經混合得七七八八 那真的證明什麼 它的奶蓋不是很厚 但是這個奶蓋是真的很好吃 是吃得出它的奶蓋的感覺 哇 原來真的有分別 它是滑一點的感覺 不過就沒有這個那麼厚 其實它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奶茶 我自己也最喜歡喝金鳳茶王 因為它不會有那種稠味 它是很清甜的 這個茶底金鳳頭 第三間就是這個ET茶星人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聽過 因為它現在真的開了很多間分店 我之前就有一次買過它來喝的 店員調得不太好喝 所以我上次對它的印象是一般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再試一下它 我這次就是選了這個南非國寶茶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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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它這個奶蓋 它沒有什麼cream cheese味 它很香 它會很香 這個奶蓋是會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很厚 很豐厚的奶蓋 這個應該可以的 我試一下茶底 究竟南非國寶茶是怎樣的 是不是很厲害 我不想試一下 有些梅的味道 然後混在一起 你會覺得有點像 咳藥水的淡很多版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它的奶蓋都可以的 但是它混在一起 真的... 它弄到整杯東西都不好味 第四杯就是這個茶癡 我對它的期望都很高 因為我之前是沒有聽過這間店 但是呢 我出奇地看到也有很多人推介它 我這次就是買了這個 麵枝白肚烏龍 剛才呢 這三杯都是$28 然後這杯呢 就貴了一個級別 它這個奶蓋都厚的 而且它都沒有融在一起 它這個粉又不同 剛才那些粉那麼綠 這個樣子像是抹茶粉 它的奶蓋味會比較重 而且有點像混淚拿雪糕的感覺 我知道是什麼味道了 正宗紐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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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 這個味道 嗯 好喝喔 因為我平時不是特別喜歡喝的白肚烏龍 什麼什麼玫瑰烏龍 因為我會覺得這個味道好像有點假 但是它這個不會 我聞得出來 這個不是綠茶粉 這個是抹茶粉 我多年吃這個甜品的味覺的利 金舌頭 這個是抹茶粉 好喝喔 而且這個茶粉很香 第五杯就是這個 挺有名的Nuts Tea 它就是堅果奶蓋茶 並不是奶蓋茶 我看到它寫著有五種Nuts 它應該會比其他奶蓋茶 沒有那麼肥 低卡路里一點 哇 它是滿了出來 嗯 它是一個 紛紛落的味道 它有很多Nuts 然後就會很有咬口 讓你那個口感會再紮實一點 我覺得它的奶蓋是好吃的 但是呢 我個人認為 它不是說跟茶很match 或者很融合 你喝到口裡 你會覺得 一邊奶蓋一邊茶 這樣倒 它是分開了 其實它的茶底 和奶蓋都好吃 但是主要看你個人口味 你喜不喜歡 那就試味 去到最後一杯 那就是這個 木衛爾的茶 這一杯就是他們這麼多杯 裡面最貴 好像是38元 因為它是最大杯 其實對比起其他 因為它的ml是比較多 它就變成奶蓋的比例會比較少 就是比其他 然後中間也很有趣 它這次不是綠茶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奶蓋 是最甜的 這個奶蓋 芝士味不算很突出 Cream味也很突出 但是我覺得它加上一些玫瑰花粉 是挺特別 真的會有玫瑰的香味 這個茶底就算少甜 也是比其他的比較甜 總括來說 我對它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 不是差 但是不是很好 如果真的 這麼多杯 我會不會選它 我就未必會選 好了 那我就試完這六款的奶蓋茶 我現在就會根據它們的味道 CG食 和奶蓋 還有它的茶的融合程度 來評分 那我就會由第四名 開始講起 那我們呢 兩個都是共同選出 這個旺中的初型之茶 我們會認為它是一杯 中規中矩的奶蓋茶 如果你想喝一杯 價錢OK 味道又可以 而且咒腳的奶蓋茶 就可以去旺中喝這杯初型之茶 我們的第三名 我們有一樣 就是選了這個旺中的Nuts Tea 它的奶蓋是很香的這個Nuts味 它就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選擇 但是它的茶和奶蓋 真的不是很混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選出第二名的寶座 提港的茶之味 它真的很濃的cream cheese味 很少奶蓋 但是真的吃得出它是有cream cheese 現在就剩下第一名 第五和第六名 我們現在就會同時宣佈第五和第六名 就是這兩杯 它們的排名是Buffles 它們是一樣的 這一杯呢 其實它的奶蓋不差 我覺得是偏鹹了一點 但是它的茶真的太難喝了 這一杯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的奶蓋沒有什麼特別 然後它的茶也沒有什麼特別 太甜了 而且整杯也很甜 所以換言之 第一名就是這個茶汁了 給點掌聲給它 它是真的好喝的 我一喝就覺得是它了 完美的奶蓋茶是你了 首先以奶蓋來說 它的奶蓋是這麼多杯入面 我覺得它的口感是最好的 咸甜色中 有cream味 有cheese味 它是有抹茶粉 所以是很香的 喝下去 臭焗也有衝擊到 然後它的茶底 選了這個白桃烏 我覺得真的perfect 其實它的地點是有點不適合的 對我來說 是九龍灣和上環 不過 即使是千里迢迢 我相信我都會繼續買它來喝 好了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以上所說的食品 都是基於我自己的個人口味 可能你會覺得 這些很好喝 這些很難喝 都是讓你們自己一一發掘一下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真的很好喝的奶蓋茶 你覺得可以挑戰我這一杯茶汁的話 就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種食品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